完成之后各位可以看到这个SDK Manager里面呢 他就是只有几个打勾嘛 这边有install的部分包含就是我们的2.33这两个 2.1的这两个然后还有那个Driver的部分 已经安装OK了 那就可以把SDK的部分manager的部分关起来 关起来之后你可以再回到Windows的里面那个 这个 Pphinx里面呢去看一下 你会发现了这里这个路径底下的这个SDK有没有 他里面就有我安装的这些版本 那原来有没有原来没有 原来是空的对不对 安装完毕之后的话呢就会有这 这四个版本 那基本上 两个两个一组嘛 那你会想说老师那那个什么Google APIs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说 其实有Google API的这个版本 跟上面的版本的差别 是说 这个Google API的版本 S它是里面有 就是有比如说Google Map的相关的Library 的一些套件在 里面 所以如果说将来我们后面有一些题目是要 开发Google Map的话就一定要用Google API的版本来开发 不然的话没有办法 显示这个Google API的相关的 这一些功能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完成了这个SDK的设置了 那这个环境基本上就是一个微地的环境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做开发 那下一个步骤的话 如果说我顺便补充一下 现在环境是英文的版本的环境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我要能够有一个比如说中文版的环境 或者是说双语切换 你可以只要有一个 环境但是可以切换不一样语系的话 该怎么做 那顺便补充说明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环境呢 切换回 变成一个中文语系的话 那各位可以在Eclipse 官方网站上面 网站上面这边有个社区 请各位记一个关键字叫BABLE BABLE Bable 社区一下这边有个是 一个是Bable的Project Downloads 第二个链接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叫什么呢 Language的 HackZ 就是说 出发